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你的焦虑正在扼杀孩子的一个创造力 为什么孩子本来就很喜欢画画报了班 却不想学了 因为你的方式真的全错了 有很多家长非得让孩子 二三年级的话就赶尽学素描 更有甚至孩子还在上大班就问 我家孩子能不能学素描呢 但凡是专业一点的美术老师 都得为这种家长给逼分了 九岁之前的孩子 根本不适合学专业的素描 很多家长认为只有用铅笔画了物体的明暗 高光阴影才算是正儿八经的学习画画了 其实这么大的孩子压根的话理解不了 手和脑都跟不上 学了也是白学 还会固化孩子的一个思维方式 扼杀的一个创造力 孩子成长的一个不同阶段 指导也不一样 大家可以参考这一张图看一下 看看你家孩子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呢 九到十三岁是一个学会画这块分水里 叫视觉写时期 像这个时候的话 孩子上小学了 比如阅读能力提升了 观察写时能力也蹭蹭的开始往上涨 就是不喜欢也不适合画儿童画啦 像这个过渡区相当的重要 千万不要一味的让孩子学素描 孩子的身心发展还没到哪个程度呢 被迫让他们学 理解不了又做不好的事 就容易失去信心和兴趣 凡是都有一个过程 急于求成 往往会端送了孩子的一个前途 最好是哪个方面的话 都给他接触一点 先从孩子感兴趣和比较容易接受的学起 中间的话再穿插一些素描的学习 循序渐进 像我的众生会员群里 就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比文盲更可怕的是美盲 那好的审美 能让你的孩子 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是一年出300多节现场课 现在已经持续更新 1000多堂课的教画画的样讲 在评论区打上 我想学画画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话